牵引式火炮能否继续升级以适应现代战场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最具发言权的还是美国 在2024年美国陆军全球力量研讨会上 以前美国官员认为 在未来战场军队需要的是高机动取射火力 牵引式火炮注定要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但也有不少人力挺牵引式火炮 认为今后的牵引式火炮可以在体系的感知系统中获益 M777生产线的重启似乎也佐证了这个说法 只是这次回忆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牵引式火炮的未来依旧一片迷雾 而如果让火力军来回答这个问题 答案就是牵引式火炮注定被淘汰 但不是现在 就现代战场的环境而言 牵引式火炮的确没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在美国陆军全球力量研讨会上 就美军官员认为 从防护力和操作所需人数方面来讲 牵引式火炮已经不符合很多国家强调的 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这一武器发展思路 在当前的战场之上 反炮兵雷达已经是标配了 炮兵的生存环境已经是开火机暴露的程度 美军的TPQ50和TPQ53三秒左右就能锁定位置 俄罗斯声称 其最新的潘尼西林反炮兵雷达 五秒内就可以锁定敌方火炮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 火炮最重要的就是机动性 自行火炮最大的优势就是撤退速度快 在进入阵地之前就规划好撤退路线 打完立刻开丢 甚至可以边打边撤 即使反炮兵雷达的反应速度再快 也无法对自行火炮造成太大威胁 相比之下 潘尼式火炮还需要收拢大驾挂车 这一套操作下来 估计潘尼式火炮就剩下一堆废铁 虽说可以通过修筑炮兵掩体 来提高潘尼式火炮的生存性 但是随着空炸榴弹 子母弹 制导弹药等炮射和航空反炮兵火力的加强 掩体的防御并没有那么强 此外在现代战场上 掩体可是宝贵资源 除非是预设永备阵地 否则就算是潘尼式火炮 也是以快打快撤为主 同时因为无人机 以及精准打击武器的存在 火炮的阵地不断开炮的场景 也很难见到 需要在几个预设阵地之间 来回转移 跑得慢就要被打 挖野战掩体 根本不存在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所以潘尼式火炮开火后 被打属于正常现象 当然 反炮兵雷达可以升级 潘尼式火炮自然也可以 既然反炮兵雷达的反应速度快 那就使其无法对攻击 做出反应就行了 在反炮兵雷达的探测范围之外 对其发起攻击 这就是潘尼式火炮的第一种升级 射得更远 更准 反炮兵雷达可以探索火炮位置 但也有相应的对抗手段 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就是将其做掉 反辐射导弹 插打一体无人机的存在 使反炮兵雷达的生存力大幅降低 而且在战场中游走的炮兵阵地 大多都是临时构建 防空力量不足 被对方干掉也无可厚非 对于牵引式火炮而言 既然惹不起 那就躲远点 不让反炮兵雷达看见自己 反炮兵雷达的另一个挑战 就是射程越来越远的炮弹 目前各国装备的反炮兵雷达 最大探测距离 大多在30到50公里 俄制动物园M反炮兵雷达 堆155毫米口径榴弹炮 与多管火箭炮的最大搜索半径 分别是23公里和45公里 美GTPQ-53反炮兵雷达90度 善区扫描模式时 最大搜索半径可以达到60公里 只是新一代火炮的射程 基本超出了现役反炮兵雷达的 最大探测距离 比如美军的XM1299 与俄军联盟SV 最大射程均可以达到70公里以上 XM1299虽然被取消 但美军正在开发新的增程弹药 门槛射程是100公里 远超反炮兵雷达的作战半径 而前岸式火炮与自行火炮 在射击性能和威力上大体相当 虽然理论上来说 前岸式火炮可以支持更粗暴的使用 使用时的通风和散热顾虑也更小 但是总体上 两者的性能拉不开多少距离 所以对于前岸式火炮而言 增加射程和准度的方法 与自行火炮一样 其中最简单的就是更换炮弹 现代炮弹就是朝着更远更准发展的 准确来说 现代炮弹与导弹之间的界限 已经越来越模糊 现代炮弹其实就是一个出弹后 靠惯例飞行的铁疙瘩 作为炮弹与导弹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就是发动机与制导 炮弹无法机动 就算是配备GPS与激光制导 炮弹也只是能根据弹翼 或者其他东西修正方向 而导弹屁股后面配备了一个发动机 追求机动性 中间阶段可以机动打击移动目标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炮弹也可以是导弹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精确制导炮弹与冲压炮弹 射程更远准度更高 美制M982神剑制导炮弹 最大射程65公里 神剑S还具备GPS加激光双模制导 原误差概率仅为5米 以制导技术控制技术 以及微机电技术为基础诞生的 远程制导炮弹 射程能提高到100到150公里 精度提高到20米以内 此外美国还研制了自带发动机的炮弹 也就是RAMJET 155冲压炮弹 冲压炮弹并不是在炮弹尾部 直接加装一个冲压发动机那么简单 而是将整个炮弹设计成一个冲压发动机 RAMJET 155是炮弹与发动机 高度融合后的产物 除了动力与普通炮弹不同 结构也完全不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看 RAMJET 155也算是整装弹 只是自带动力而已 当然重点是射程 RAMJET 155的射程 已经超过了150公里 免压一般的炮弹 为炮弹加装惯性 加GPS符合制导模式 之后再塞一个发动机 炮弹就可以称之为小型导弹了 千岩式火炮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毕竟说到底 火炮只是一个发射平台 炮弹为力大 可以弥补很多缺点 除此之外 在美国陆军全球力量研讨会上 也有分析认为 之后的千岩式火炮 也可以从体系化的感知系统中获益 以更强的战场感知力 和打击精度征服对方 就战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也就是无人机引导火炮 加快千岩式火炮的响应速度 千岩式火炮的第二个升级方向 就是响应速度 自行火炮可以在一辆车上 集成各种数据链通信设备 和侧地定位设备 结合自行底盘可以迅速开火 快速响应几方的火力需求 甚至可以通过通信网络 实现分散部署集中开火 不必像传统火炮一样 以连维单位集群部署 进一步提高了生存性 而千岩式火炮需要展开放列 天生比自行火炮慢 这就是设计上的缺陷 就算是继续改进 升级的空间也不是很大 而在信息化方面 千岩式火炮 也可以集成那些数据店通信设备 只是这些设备的价格并不便宜 为千岩式火炮配备这些东西 会降低成本优势 同时千岩式火炮的结构设计 也不方便在炮上挂载这些设备 这个时候就需要无人机出厂了 有分析认为 因为无人机雨巡飞弹 被应用于战场 千岩式火炮的市场 会被进一步挤压 这点的确没错 无人机可以打爆坦克 千岩式火炮 这种没有装甲的武器随便炸 但是换一个角度考虑 千岩式火炮 也可以与无人机捆绑作战 与新一代的主战坦克 集成无人机或巡飞弹一样 千岩式火炮 也可能通过相应改造 实现战地升级 比如侦察单位 导引火炮对目标 实施精准打击 在之前的战场中 情报这东西 是需要观察员 冒着生命危险去侦察 从而为火炮提供目标的位置 但无人机出现之后 这种宿命的活就被无人机替代 而且侦察定位的速度 和精准度更好 比如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 先锋无人机 在对火炮进行引导后 仅飞行60次197个小时 就成功摧毁了 一军的5个火箭炮连 120余门升官火炮 7个弹药囤积点 和一个击步点 无人机承担侦察定位任务之后 可以大幅度提升火炮的 快速反应能力 结合制导炮弹 威力还可以进一步提升 以前的火炮想要发射制导炮弹 自身必须配备相关制导系统 如果在设计时 旧集成的火控系统还好说 如果是额外加装 需要动不少脑筋 而且如果精确制导炮弹 属于半主动导引 火炮还需要有人持续盯入目标 但是现在不需要 无人机与制导炮弹出现之后 千眼式火炮也可以玩A设B导 其中千眼式火炮发射制导炮弹 无人机负责导引 完美解决额外加装设备的问题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现代战场玩的是情报战 谁的信息化程度更好 目前的千眼式火炮 也的确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比如采用先进火控 接入战术数据系统 操作者只需要在笔记本电脑上 点几个按钮 火炮就可根据前沿侦察获得的信息 或指挥系统直接传来的消息 将炮管指向所需方向 一些千眼式火炮 也能发射精准制导炮弹 如美军的M777 可发射M982神剑指导炮弹等 进一步提升了打击精度和距离 至于机动性 完全不必考虑 对于机动性的某些要求 都是对坦克 甚至是机械化步兵战斗车辆来说的 而担任纵深支援的火炮 由于并不需要和坦克伴随作战 其机动性和坦克 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对于炮兵来说 只需要能在远距离 能跟上坦克的推进步伐 不断重新进行部署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比较合理的想法 就是使用轻型化的自行火炮 或者直接上牵引式火炮 目前牵引式火炮 收放过程也趋于自动化 有效所短了 从部署到撤出的时间 结合牵引车 转移部署也不是什么问题 就火力军而言 仅仅是炮弹与制导方式上的升级 就可以让牵引式火炮再战50年 这还没考虑其本身自带的优势 比如价格 维护 操作 在美军这边 M777早期的采购价 只需70万美元 现在大概200万美元 而M109A7单价大概为750万美元 千眼式火炮的性价比 吊打自行火炮 在维护方面 也是千眼式火炮更好 M777和M109A7 都可以分为两部分 载具与炮 对于M109A7而言 任何一个坏了 都会导致无法使用 而M777可以使用各种载具 临时拖业 炮坏了可以直接送去修 载具坏了 也可以马上换其他车 同时千眼式火炮的操作 也相对简单 自行火炮 是将各种设备 集成在一起 性能的确很好 但操作起来也很难 千眼式火炮的操作 就简单得多 大多数的岗位 都不需要太高的技术 千眼车的驾驶员 甚至可以从民间争调 保留大量的千眼式火炮 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保证炮兵部队的规模 总的来说 当前的千眼式火炮 还有足够的升级空间 暂时不会退伍 但是更远的未来就说不准了 因为使用方式的先天缺陷 注定了千眼式火炮被淘汰 在美军内部 关于是否淘汰千眼式火炮 还有一定的争议 但美国高层更倾向一步到位 直接上机器人火炮 美国陆军未来四定部 司令雷尼曾表示 未来美军可能装备 可以远程操作 或者自主操作的火炮 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 未来战场一定是无人装备横行 一定程度上来说 自行火炮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而千眼式火炮不行 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无人化之后 千眼式火炮该如何部署 难不成还要专门研发 负责部署千眼式火炮的机器人吗 至于千眼式火炮轻量化的优势 大家可以直接将其忽略 轮式自行火炮与卡车炮的出现 就已经绝杀千眼式火炮了 千眼式火炮与自行火炮相比 机动性的确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这并不全面 主要是战术层面的立体机动性 传统上千眼式火炮可以通过牵引车 实现快速长距离的公路行军 总体重量也较轻便于空运 但是从另一个方向看 千眼式火炮严重依赖公路 越野机动不行 这也是履带式自行火炮出现的原因 当然随着火炮射程增加 现代炮兵对越野能力并没有很高的要求 只要射得足够远 火炮原地不动都行 从这一点考虑 千眼式火炮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卡车炮出现之后 千眼式火炮就被比下去了 卡车炮不是自行火炮 也不是千眼式火炮 简单点就是直接把火炮放在卡车上 把拉着跑的炮 变成装在车厢上跑 越野运动能力不如自行火炮 防护更是接近裸奔 但是与千眼式火炮相比 车组人员的防御更好 作战的灵活度更高 对于卡车炮而言 千眼式火炮开炮前的展开动作 转化成载具的展开 一般就是放下助力来消解后坐地 其一手机展开 比千眼式火炮快多了 可以说卡车炮 在火炮自行化 信息化和收放速度上的便利 公路降业机动性和总体成本之间 达到了比较好的平衡 完全可以替代千眼式火炮 至于直升机调运机动 与快速部署 火力军的确不否认 就拿M777来讲 它最适合的是快速反应部队 比如82空降师 101空中突击师 哪里有事 这些部队坐着运输机 拉着M777第一时间杀过去 但是就未来战场而言 这种功能太过鸡肋 实之无畏 岂之可惜 大国看不上 小国用不起 如果非要采用调运机动 卡车炮的重量 也允许这样快速部署的 总的来说 千眼式在火炮家族中的地位 与冲锋枪在步兵轻武器中的地位一样 作用很有限 只能在一些特殊场合发挥作用 注定要被淘汰 就比如美军 并没有正式装备冲锋枪 就算是没有被淘汰 千眼式火炮也只能少量存在 美军虽然没有列装新的触碰枪 但还是采购过很多性能 比较出色的触碰枪 比如德国HK公司的MP5等 大部分都装备给了特殊部队 千眼式火炮也是如此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千眼式火炮 还能再战多少年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感谢观看